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收拢ECFA 而且这个当中尤其是要针对赖清德宣布参选总统这个时间点以来 但无论如何现在来看 是蔡英文总统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说 要欢迎台商回台投资 那么台商投资 台湾的三大法案延到2024年 主要是说将会优化台湾的经贸投资环境 会达到2.4兆元的投资环境 讲得非常好听 但是当然最近刘兆璇 在中国大陆跟王沪宁见面了 那么在紧接着马英九的访问之后 这里头其实从台商的角度是怎么样 是促请希望能够 中国大陆能够帮助台商 拓展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 一方面要你回台湾投资 但是在台商方面又希望更多的吸进 往大陆的内陆市场 那么这里头刘兆璇跟王沪宁 宋涛各省市领导会见 是一个有系统的 整个在中国大陆跑了一大趟 获得路方的正面回应 所以现在感觉起来台商争夺战要开始了 究竟是要反台投资有更多诱因呢 还是在中国大陆继续发展更有诱因 不过要看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很重要 在第一季 在今年的第一季 两岸的经贸出现了大衰退 那么这个衰退的减幅达到26.5% 什么概念呢 过去其实在两岸的这个经贸数字 其实就高达一千多亿 台湾这方面的顺差 所以谢清禾特别指出了 两岸贸易的依存度现在越来越低 一直不断的降低 这个降低有点悬念 那么其实像2022年来说 原本中国顺差 在中国大陆统计是对台湾 台湾对中国大陆是1565亿美元 简单来说 就是台湾从中国大陆赚了这么多钱 台湾的这边官方统计比较少 说是1004亿美元这样子 但无论是顺差 但是如果没有中国大陆 我们从中国大陆赚那么多钱的话 台湾其实已经是个恐怖的逆差国了 将其实是非常多非常多的赚不到钱 是这个大赔钱的状况 但是现在到2020年 两岸的部分43.9% 2021年到42.3% 持续的都在下降 两岸的这个依存 就确实两岸方面的经贸 有点问题 慢慢的萎缩了 还是中国大陆真的有点在收拢 所以最近来看 有关于前阵子宣布的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壁垒调查 那么现在是这样子 有最新的进度是中国大陆方面已经递交了申请贸易壁垒调查 它是个行政事管道 对WTO 我们这个部分的台湾的WTO代表团也收到通知了 所以现在 究竟在接下来针对于2400多项商品 达到248.5亿美元的这个调查 是不是有一点报复或收拢的作用呢 刚刚讲刘兆全是希望两岸能够将产业依存度纳入考虑 站在台商的角度 无论你们要怎么做 不要影响到台商嘛 这里头其实高嘉瑜不忍了 这阵子高嘉瑜不是在党内有很大的选举立位的压力吗 但是针对这一点他还是出来讲话 他认为现在政府 这是指民进党政府 早该做一件事了 什么事呢 产业升级 其实尤其像是农业 在这段期间应该要不断的产业升级 可是台湾都是都在靠补助 陈吉仲先生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陈吉仲 就是不断的补助 那么台湾农业究竟还剩下多少底气 能在竞争呢 那么一旦现在如果大陆关闭台湾的 特别是农业的绿色通道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就像刚刚讲 在收拢所有ECFA包括农业 在今年真的真的大幅收拢的话 台湾农业怎么办呢 这段期间因为有ECFA 而陈吉仲所主导的农业 完全没有帮助台湾的农业升级 另外来看的部分观光 观光对于台湾是很重要的 当然现在其实两岸有没有可能 因为疫情结束之后重启观光 很奢望600万的观光客 看能不能够达标 来看专瑞雄就说 中共不要有太多政治考量 恢复两岸之行 观光不是问题 钟嘉宾也说 民间交流跟政治不要混为一谈 两岸不是都紧绷 怎么变得这么软了呢 先前的抗中宝台那些狠话 怎么都不见了 来看现在其实现在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没来其实影响最大的 尤其在金门马祖的观光 现在真的是雪上加霜 那么台湾方面 对于现在今后的 两岸的对抗 以及究竟经济红利 现在包括ECFA 更不要说观光了 民进党在今年选举当中 包括赖清德 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压力呢 首先先请教志强 还马英九公道者 必ECFA 我跟大家讲 其实你看到现在 大陆方面 已经对台湾2000多项产品 展开贸易壁垒的调查 贸易壁垒障碍的调查 其实它会意味着什么事情 我跟大家讲 其实你看这个问题 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很多人说这是检讨 ECFA的前奏 确实是如此 为什么呢 事实上台湾对大陆 分作进口跟出口 就是两个方向 我们在出口的部分 其实受益于ECFA的 得力非常的大 过去这13年ECFA 帮台商节省了2500亿的关税 所以也使得我们今天 对大陆的出口 就节节的攀升 所以它造成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以前蔡英文都骂马英九 说你把台湾的经济 所有鸡蛋 全部放在大陆这个篮子里面 丧权辱国 危害台湾安全 结果蔡英文上来之后 贸易依存度更高 以后我还记得我说 蔡总统你不是说贸易依存度太高 这个是鸡蛋放同一个篮子 那现在你贸易依存度比马英九的时候 还高 那请问是什么 他们说没有 这代表大陆需要台湾 大家记得这句名言吗 那现在贸易依存度又下降 这样十几年还最低 那我就请你蔡英文 你又要精神分裂了吗 可是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当时候有ECFA 其实就是浪力时代的背景 什么叫浪力 就是说我台湾的产品到大陆去 它不但没有贸易壁垒 它还给你很多的优惠 但是大陆跟你讲说 没关系因为我量体大当作兄弟 所以台湾我要进口台湾的部分 像尤其是农产品 你都通通不准进 没有关系 我们不讲话 我也不抗议不抗辩 可是现在不一样 像大陆跟你讲说抱歉 我有五大项六大项的产品 我要检讨2000多项的产品 你为什么今天 你没有按照WTO的贸易规范 尤其像农产品 你让其他国家都可以到台湾来 凭什么大陆就不能去 所以他开始 去调查你有没有设贸易账 表面上是针对进口的部分 关键来了 如果那就问民党政府 你要不要开 你要不要开这个 把这个贸易币也这样 把它排除掉 排除掉直接冲击是什么 进来的部分保护都是农产品 传产之类的 那进来这一群 这个所谓农业 传产 表面上看起来 在我们GDP的比值并不高 但是他寒色的就业人口却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常常都是非常弱势的 因此那时候马政府为什么放着不肯开这一部分 就是因为他可能对于贸易的总额 冲击相对较小 但是他对就业人数的冲击相对较大 可是一旦你如果不肯把贸易壁垒进的部分 把它排除 他就要开始展开下一段可能就是制裁跟报复 制裁报复什么 就可能像ECFA或是像我们出口的东西 过去的优惠就不能再存在 因此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冲击是进更出两方面的冲击 我就回头这里就可以看到说 以所谓的陆克来台观光 你就发现民进党的说法就非常的好笑 他说什么 不要太多政治语言 就让陆克来对不对 以前不是这样子 他都忘了吗 那时候他在观陆克的时候 他民进党的时候非常开心的说 你看这陆克不要来 你看对我们台湾防疫这个帮助很大 然后一天到晚对着大陆 就是所谓抗中保台 我觉得馆长说得很好 我最近看馆长谈这个题目 他谈得很好 他说你怎么可能 说真的你不喜欢老共 没有关系就不要喜欢他 但是你不可能说一天到晚骂他 因为他一天到晚跟他讲说 他说你让陆你能够照顾一下我的观光 你照顾一下我的农产品 你照顾一下我的传统产业 我的所有的出口产业 他说你民进党怎么可以精神分裂到这种程度 那就是今天事实上就是你会发现 现在开始展开贸易壁垒的障碍调查 其实就是一个序曲 这序曲是什么 将来大陆在看台湾的所谓的贸易跟经济 就会出现一种叫正常化 其实它是正常化 正常化是按照跟其他国家的贸易规范来看 所以让利时代 宣告让利时代的可能就会结束了 那一旦结束之后 近的部分我们的就业人口占比非常高的一些 产业部门可能就会受到冲击 那立刻就影响到台湾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安定 那出的部分我们的所谓的贸易红利 1565亿美元的顺差还会不会再存在 就是个问号 没错 请教杨明 其实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 我们现在来看有关于贸易壁垒调查 这个部分看起来是一个产业财经的议题 可是他的时间点真的恰好 真的就是在赖清德在宣布 那么定一针宣布参选总统 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上 所以一方面我们看 当然还是一个贸易争端的解决 但是背后这个政治意义 在两岸当中 特别包括在打赖清德 其实我们也还是要 不能失去这个观察角度 对 当然这个 对岸对台湾的所有的做法 有没有政治的意图 这里面是一定有它的敏感度的 特别是赖清德正式提名的日子 是这个宣布日 然后大选前一天是最后调查的 如果延长的话最后一天 这个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度 当然对中国大陆来讲 就是说台湾第一季的主要我们对台 两岸的这个贸易的衰退 主因还是跟美国脱不了关系 因为第一季包括美国 日本 韩国跟台湾 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的衰退 都超过两位数的百分比 关键就是 就是美国下了这个所谓的 晶片的禁令 就是限制 如果你要拿到我们美国的补助 你就不能跟中国大陆增加半导体的额度 然后第一季我们的光是半导体产业 就衰退 光是贸易金额就衰退了26点多 跟我们整体的衰退的金额数字差不多 整个半导体产业又占了我们对大陆 出口的60%以上 所以这个半导体是主要的原因 而半导体产业就是跟美国有关 所以我们就在美中的贸易战当中 已经成为了这个等于说是美国阵营 我们已经站边了 这个时间点对岸出招 当然某种程度也就是 既然你要选择站边 这个时候过去我让给你的力 不好意思我们就好好来谈 我们就一切照规定来 我觉得这次最不负责任的事 其实是经济部 因为经济部说什么 我们不让大陆进口的 可是我们有出口的这2000多项 这个里面只占整个贸易额 只有44亿美元多 很小占我们全国的出口的金额 才占0.9% 所以就算对岸制裁 我们不用怕 不用怕 永远的台湾人 只有不到1%的比例 所以对我们台湾的金贸 没有太大影响 不是 你搞错了 现在人家在乎的 不是那2400多项 如果对岸真的在乎这2400多项 不会让力让了十几年 重点是当它开始启动 我跟你一切按照规矩来的时候 就连现在不止这2400多项里面 就连已经长期交往的这些 所谓的互动的贸易的项目 比如说过去我们讲 从凤梨 凤梨世家 这个施木鱼 石斑鱼 这些一项一项它都照规定 它都一切我都不让的时候 没有所谓的绿色通道的时候 我们的农产品也好 我们的工商业的产品 到对岸的竞争力还剩多少 是超过几万项 没错 所以当对岸 其实这个是一个警讯 就是说当我们两岸之间的 政治敏感度越来越强了 或者说政治的对立 越来越强的时候 对岸采用所谓的 就我没有要跟你谈的意思的时候 会影响到什么样的层级 而如果我们的官方 还在粉饰太平 告诉我们的企业界也好 我们的工商业界 说没有 这个影响很小 当然不用怕 赶快回台湾投资 我们台湾才是很棒的 这个赶快把大陆的工厂 收一收回来 回来台湾 现在感觉政府只是想要用这个 就是说我用减少贸易依存度 来度过这次危机 可是不对 这个问题就在于说 好 为什么高嘉瑜要开始讲话 我今天看到连民进党的 准备要选立委的台北市议员 许淑华 也说应该要多跟对岸交流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选区在台北 基层压力都出来了 不只是基层压力 台北的选民 经济选民很多 两岸对两岸交流的需求是高的 然后其中有很多是台商 还有很重要是他们要募款 要有金主的压力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也有这个压力 所以你说他们有没有感受到 有 可是我们的官方却还在说谎 还在用很小很小影响不大 来麻痹我们的自己的 这种所谓的他支持的群众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因为当你把这个事情的影响力 把它降到最低 这个影响力不是我们说了算 是对岸说了算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 应该要务实的来面对这个议题 好好的解决 没错 其实在这一波有关中国大陆 可能会开始收拢EFA当中 其实很多台商都听到了风声 现在请教书惠 其实这个部分的解决 如果真的收拢这个方向 至少会慢慢出现的话 你觉得民进党 包括赖清德现在 有能力处理这个压力吗 真的对选情的冲击的部分 虽然是一个预估 你觉得主要是能解决 如果不能解决 那压力真的还挺大的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 还是会继续用 义和团式的打法 回来 回来台湾 没关系 如果我们要减少 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 鼓励台商回来 事实上这个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是从2019年开始推动的 结果我们造成什么呢 造成大家如果去注意的话 台湾的房市 开始大涨 就是从2020 如果大家去问业界的人士的话 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来自于台商灾这疫情 这几年因为民进党的鼓励 大量的资金流回台湾 但是这些台湾 这些流回台湾的资金 除了真正去投资实业 比如说制造又什么样 有大笔的资金流到房市去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 不管是住的 或者是厂办 或者是工业区的土地 全部都在飙高 2020年五股一平工业区的土地 就飙破100万了 都来自于所谓我们鼓励 这个台商资金回流台湾 但是我们的央行 我们的经济部 却没有有效的 对这些资金管控 好了 那回来台湾投资台湾以后 我们看到这三年民进党一直 非常治好的一件事 叫做企业获利持续创新高 好了 企业持续 获利持续创新高的同时 很多劳工朋友就在想 我的薪水为什么都没有变高 没错 对不对 我们民进党政府从来不敢 把刀伸到这些企业主的身上说 你贪那么多 你要不要立法 要求一定比例 获利的一定比例 回归到薪资的提升 他不敢 即便国民党立委 国民党最近党团要提案 在公司法里面修正要求 企业要将一定的盈余 回归到提升薪资 经济部长居然跳出来反对 劳动部长许明春 居然不敢出来说支持 还在那边说 我不干了可以吧 可以啊 这个就是民进党 你一直去炒作这些数字 是没有用的 不管我们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怎么样 不管有多少资金回流到台湾 这一些数字 到了人民身上都是无感的 我们有感的是物价一直上涨 政府没有办法 然后薪资没有停滞不前 政府也没有办法 刚刚我们在讲这些贸易顺差或逆差 对 两岸之间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低 同时我告诉大家 台湾的贸易顺差也越来越低 我们2020年的时候 我们的贸易顺差 就是台湾赚这个 国外的钱 国外的钱 还有590亿美金 到了2021年有644亿 但是今年只剩下519 如果靠掉大陆的话 不好意思 倒掉500多亿美金 没有错 所以你说我们到底从哪一些国家去 要去补大陆这个市场呢 蔡英文之前一直告诉我们 她做的事情叫做鸡蛋 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 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 根本没有篮子 除了中国这个市场外 还是没有篮子 是 ECFA中国大陆一旦开始收拢 影响层面非常巨大 请观众朋友持续的追踪 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